不怕你太干就怕你不干 哈喽大家好我是娜杰 当女朋友生气的时候 很多男生都不知所措 只能想办法哄女朋友开心 但是呢都哄得非常的吃力 比如女朋友生气了 男生想要去买一些东西 去给女生赔礼道歉 希望能够得到女生的原谅 这样很容易形成条件反射 举了手指就会形成一种相处模式 发脾气等于得到好处 那女生的脾气就会越来越大 明白了吗 你就是这样把女生给惯坏了的 所以大家希望能够和自己的女朋友 或者妻子和谐相处的话 那千万不要用这种贿赂方式去哄女生 今天呢得向大家分享 几个哄女生的正确方式 第一只为自己解释一次 如果你们之间存在的误会 或者是你们的观点发生了冲突 女生可能会非常生气 但是呢你只需要认认真真的 和她解释一次思考的事情 让女生自己去完成 当女生心房一让的时候 男生在旁边碎碎念 其实是非常嫌分的事情 大概五到十分钟 等她想清楚了再和她说 不生气了吧 我就知道你不是那么小新年的人 等她情绪好了再去做一些贿赂她的事情 这才是她良好情绪的最好的奖励 你们能够听明白两者的区别吗 一个是在她生气无理取闹的时候送礼物 一个呢是在她情绪缓和 并乖了不闹了的情况下送礼物 这两者的区别是很大的 如果你是前者的红帮 那她以后啊 只会脾气越来越大 越来越难红 如果你是后者的做法 也就是娜姐教你的做法 九位九姿能够骗 是她平易近人 乖巧听话的性格 现在知道 为什么你会把它惯坏了吧 知道了小伙伴 请把我做了 打在公屏上 第二 让女生骂你自己 这个呢是非常贱的方法 如果你平时比较搞笑 那这个方法呢 可能不太适合你 举个例子 如果女生生气了不说话 你就可以说 是哪个臭不要脸的 如果叫宝宝生气了 你告诉我她的名字 如果女生这时候呢 说出了你的名字 你就可以大声地跟她说 大声点我听不见 如果女生并没有说出你的名字 你可以和她说 快说我要撕上她的嘴 女生肯定会说 赶紧去撕 这种方法呢 说白了 就是通过王当的方式 把她从不好的情绪里拉出来 第三 不要放作证 男生最怕的啊 就是放作证 例如两个人因为一件小事吵起来 男生说 你上次就是这样子的 我说够了 女生又说 你给我说清楚 我上次怎么了 一来二去的吵 本来当是今天的事情 吵着吵着变成以前的事情 本来是一件事情 越吵越多 吵成了很多件事情 越闹越大 越来越不可收拾 所以男生啊 千万不要去放作证 但如果女生放作证怎么办 例如女生说 你这个人怎么总是这样子 你上次也是这样子 这个时候呢 你要笑就对她说 对了 我上次是怎么哄你的 来来来 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好不好 学到了吗 记得点赞收藏起来哦 以后肯定会用到的 我是娜姐 记得关注我哟 教你更多恋爱小吃食